吴妈妈守在病房外 非常的着急 儿子和朋友搭科运北上 途中却遇上严重车祸事故 头部颅内出血 还伤到见骨 在加护病房治疗 眼光泛红 吴妈妈非常的心疼 因为儿子和其他三名大学同学 趁开学前要到日本旅行 11号晚间 四个人一起搭夜车 要到桃园机场搭机 发生意外一死三伤 19岁的游行大学生 是这次意外中年纪最轻的 罹难者 刚生大恶的他 脸上走势挂着开朗的笑容 人员非常的好 连助长也放了很多 开心的出油照 这回与大学同学 相约去东京五天四夜 预计搭六点的班机 没有想到却踏上死亡之路 另外一名同行的占信同学 从急诊转到普通病房 爸爸还不敢告诉他 朋友已经过世的噩耗 郑爸爸说四个人感情很好 趁开学前相约出国旅行 没有想到出油变调 好有重伤不治 说好的日本行 也成了一辈子的遗憾 记者王家勤 潘颖文 高雄报道